好 接著到這一套 I am 和有馬都覺得是不好看的 是好不好看的 不是不好看 我說劇情很有問題 是劇情很有問題 其實有組織也很好看 好像有些人有期待我們說話 但實際上我廢話過多 我覺得這套東西又不是那麼差 你看太多太差 我想說這套不是很差 還有好量的東西 在現在這個世代 劇情已經不是一個重點 接著要說那套就是 終極次天使 名古屋決戰篇 就是二期 這套東西我罕有地 其實我是 在他看完《一期》之後 我追回《漫畫連載》 因為我也想知道他在說什麼 即是看不明白動畫版 不要緊 我看完《漫畫版》之後 我依然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當然你說 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我一直強調 在《一季》那時候 其實我也強調的一件事 他那個角色的行動 我一直都說 我覺得一個角色 他的行動力 或者他的行動模式 是建基於他的信念 這套東西 我是欣賞一件事 這套東西的角色 是始終如一的 《漁畫》 我知道 《漁畫》也是一種模式 他知道《漁畫》到尾 好像我們偉大的邱一郎也好 他的行動模式就是什麼 我不能夠在我面前見到我的家人 而不救他 然後 《漁畫》跟他說的那句話就是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都一定要撤退 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這傢伙是沒有違反過他 你就知道 老實說 我們一看就知道 如果要是有這傢伙 無論哪一個都好 在他面前 除非那個真的是《漁畫》還是不《漁畫》 那 的話 他是一定會去衝去救他的 老實說 我覺得 在我的角度來講 邱一郎 或者是無論其他角色 對他們的行動 那個信念 不會很輕易地給一句說話 或者是給一些很奇異的信念 無緣無故逆轉了 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這件事 是值得稱讚的 不是喔 你看看後面 小隊打的時候 阿蘇華他們保護 八八爺的朋友 那個家人 那些人 你們這些傢伙 背叛我們日本軍 幫他們什麼事 打完舞兩輪 轉過頭說 咦? 裡面有紅衣衫的 我幫你擋住 你們走 什麼事啊 你家人死了 下一節 我幫你們 你們先走 這裡我逐個逐個劇情去講 首先 明古編劇最主要一開始 其實他再叫做提升主角的能力 因為其實 你這裡看到 其實那個陳級 他沒有很明顯去講故事的陳級 即是說力量的陳級 你只知道就是鬼就武器 再上一級就是黑鬼系列 黑鬼系列 所以鬼就武器 都分了兩個階段的解放 你是操控和解放 兩個階段 你看到他們叫黑鬼都搭過黑鬼 我覺得是 就是黑鬼的等級 就是分黑鬼和幹部 還有真組 是不是始祖最高 然後是黑鬼武器 就是貴族 總之 是始祖級的話 就是 在現在的陳級裏面 我們認知的陳級裏面 是最高的了 即是一個 就算你拿著黑鬼武器 都是不能夠 幾乎不能夠打贏 這一個位 其實你是真的要賺一讚他的 他給一套作品 起碼寫這個陳級 他到現時為止都沒有打破過的 那套叫做東京食種 東京食種就是什麼 什麼 SS級 神經病 我隨便創建武器 我一個執行官 我都可以跟你打成平手 甚至打贏你 這個設定其實是崩壞得很厲害的 在東京食種裏面 但至少現在在這一套裏面 我真的見到就是什麼 始祖真的很厲害 始終是用一個小隊 因為始祖都有能力陳級的差距 但至少我現在見到就是 有一個 一個裝著鬼咒武器的成員 可以單挑打贏到始祖 就算你見八爺一狼 他步走 可能發瘋 都是打不贏的 暫時來說 至少他 那個叫做 其實你已經是用另一個陳級的力量 跟他說 他不是用鬼咒武器跟你打 他是用刺天使的力量跟你打 我覺得 至少他在這些叫做 在這個故事裏面 我真的看到一個絕望的戰力差 尤其是在一些不是圍攻的情況 在一些你打鬥的情況裏面 贏不到就真的贏不到 這個我覺得 會給我一個緊張感 至少我知道 直至某一天出現了一個 突然之間 不知爆些什麼的新鬼咒力量昌尼那些 就另界 但至少在這個moment裏面 我覺得 在力量層級方面 不講歧情 力量層級方面 我覺得 他是平衡得好 他唯一平衡得最不好的地方 你只能夠說一件事 終極次天使 什麼叫做次天使 他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是的 他是唯一這個位 叫做什麼 漫畫的最新進度 告訴你 他這件事 是未解釋過的 所以他就說 我不會怪債了群這個位 是原作未解釋過的問題 你知道他當是什麼 他現在是一個很禁斷的力量 禁斷到什麼程度 你還未知道 不知很厲害 級別人都害怕 類似這樣的情況 因為上季英國級別鬼話 一出兵就會制止人類 整齊天使 要消滅人類 叫做13歲以上人類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呢 就因為次天使而研究 13歲 我都沒有關係 那個眼鏡仔的妹妹 都知道應該未夠13歲 應該未過整期 應該是 那個研究 是研究者 那些研究者 全部超過13歲 整條街都過13歲 第二季除了優良 那些小孩 全部過13歲 這個位置也沒有解釋 應該說這個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前傳故事的問題 他沒有試圖去解釋 究竟 為什麼 帝鬼軍裡面 一些叫做核心的幹部的人 全部都是 還沒死 很明顯的 全部過13歲 在第二季裡面 他依然沒有解釋這件事 沒錯 應該要解釋的地方 他有解釋到 但是什麼呢 他沒有說的地方 他現在 直至這個時刻 是什麼呢 他是沒有打算 用一句兩句 來水走 因為他根本 是不打算解釋 你可以再說 你還沒解釋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說什麼 對的 我覺得這個道理 他是不想解釋 過了這麼久的事情 去明古的篇 之後 可能還記得劇情 那幾年發生過什麼 應該不會再說 最主要集中 就是這個明古屋作戰計劃 裡面 沒有人 打算找雄年 去做這個有利 炸弓 其實是陽弓 打明古屋是虛的 應該是打 京都還是什麼 吸血鬼的大本營 然後這個計劃 紅蓮就帶著他 所謂很重視的家人 然後跟那些家人說 我知道 你們要死的 不過你們願意的 這件事 我講的 我加進去 那 故事裡面 在圍著這個明古屋大戰 就是要針對 明古屋裡面 十三名的始祖 還是貴族 總之 那個concept 發動這個攻擊 最理想的 就殺了他們 就算多不理想 都要拖著他們 在明古屋裡 讓他們 不可以 去阻礙 帝國人的主力 去襲擊他們的大本營 整個故事 都叫做什麼呢 直至 因為無人出場 公開他的大戒 還有就是 紅蓮突然之間 告訴你 他是有二從人格 之前開始 這個故事 我覺得 一直維持在一個 我覺得 大家能夠理解的範疇 是在行進的 但問題就是 最後幾集 突然間 不知變成什麼故事 而他最招展開的地方 就是包括 紅蓮的兩個性格 他第一個性格 就是 他第一個性格 就是 他原本尊的性格 他是很重視家人的 即是他家人的 即是他家人的性格 也不是啦 他口感騙人 而他第二個性格 其實就是 他是真爺的性格 亦都是這個故事 現在的最大幕後黑手 就是 他 不知道為了達成什麼目的 雖然這個是幕後黑手 但到此為止 我也不知道 他在操控什麼 但 很大的計劃 我們不知道 其實上一季都報道 鬼這個武術的奏裝武器 其實是和吸血鬼有關 可能是合作 研究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對付吸血鬼 這件事很明顯是 他的姐姐 曾宙甲出來 你看到現在 他已經選了 原來曾宙甲認識過 第三曾宙甲的 為什麼 然後現在沒有想 他為什麼背叛 還沒回答 然後 有趣的地方 就是什麼 應該這麼說 沒有人 似乎是 跟曾宙甲 是在一起的 然後 紅年 又好像 是不知道 二雄人格的 大家都知道 是可以過開的 當然 這個計劃 他們什麼時候溝通 他們什麼時候達成這個計劃 但曾宙甲 他的靈魂 在紅年把刀裡 沒有可能是在紅年把刀裡 可以訊息 他一直都跟他說 紅年把刀裡 一再強調強調了兩次 還是 沒有三次 我不太記得 但是至少兩次 他是說 紅年說 我是可以壓制住曾宙的 我的問題就是 這個 莫阿克手計劃 是什麼時候進行的 當然 在叫做 黑魯魯出聲 和紅年 說話的時候 就知道是什麼 這個計劃 是由曾宙 還在山的時候 計劃出來的 那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什麼呢 這個計劃 其實 對於我們 只是看了 終結次電視 動畫版的人 來說 我們永遠不會明白 你這個計劃 有多麼 偉大 多麼秘密 多麼幕後 多麼黑手 就是紅年被NTR 即是紅年被NTR 他把刀 原來是聽別人說的 那 那個是他的女兒 那 他也是被自己的女兒 NTR 而已 而最划算 看這部動畫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 無人這傢伙 其實 他說話 他是語無倫次的 他怎樣語無倫次 最有趣的是 在明古片裡 一來到之後 就說 辛苦你們了 你們解除你的武器 當然他就想找他們 去成為這個製品 而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那些抵舉軍那些人 尤其是跟著他那些人 他們都好像不知道 然後 然後 當沒有人在那裡 大小哈 然後說 其實你們那些鬼鬼 就死了 終於完成了這個 衝擊次天使 是不是很厲害呢 然後 叫做什麼 就是受他控制的時候 然後 然後還要吸其他製品的時候 的製品是包括什麼 不是包括區域 是包括在座任何一位 而包括在座任何一位 包括在座任何一位 就是什麼呢 他的部下 而他的部下 就好像那一刻就是什麼呢 全部耳容了這樣說什麼呢 為替他根作辭 然後就是什麼呢 要條命而見就是 他們是很恐慌的 在被人吸的時候 就是 事情說了什麼 一件什麼事呢 沒有人 其實是 沒有跟這班人說過 你們成為製品 你們願意的 為替他根犧牲 成為這個 成就大業 然後呢 後面那班人呢 你看到就是什麼呢 每一次 尤其是 那些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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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死了嘛 那那些人都不知道 不是 還有一班 你看到有一班3D的事件在後面 你又知道那些死卑 是 可能食材他們 可能殺了他們 毀斯滅跡 全部都死了先 不是 我只是當場那時候 不是他回到那時候 當場那時候 他要說 我們就要什麼 和吸血鬼死 我老實說 那班兵 哇 我頂你 你打算犧牲我 然後就是什麼呢 你被人打到殘殺的時候 你叫我們想 這傢伙 這傢伙 真是 卑鄙無恥 極度誇張 因為我們當時就知道 邱一郎 他們的部隊 就脫掉了 其他人可能脫掉了 可能死了 我們不知道 而說那個問題就是 有馬很關心的問題 其實你是關心著 明海的問題 明海就是 因為 邱一郎這個小隊 為了 就是米家出現的時候 為了就是 保護他 保護他 以間接 令到 他小隊的人 死了 而 這個位置 那個合理性 其實在什麼呢 在當時裡面 就是 死了兩個 還剩下 不知一個還是兩個 好像無人看的 兩個 我記得大概是兩個 而跟著就是什麼呢 在無人放出 君月公會 成為 終極支天使的製品的時候 那兩人也都掛了 那是什麼呢 其實 在那個狀態裡面 他是兩邊都不相信 他其實一直叫做什麼呢 他是沒有信任過 邱一郎陣營裡面 整個小隊裡面的 任何一個人 他只是叫做什麼呢 權衡現在的形勢 他是要做出這個選擇 因為 那邊擺明 是想殺他的 但是 邱一郎那邊就是什麼 他沒有想殺他 正如說 他的隊友的死是間接來的 不是他想的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是能夠接受 明海的行動的 我不知道你不能夠接受 但是 對我來說 我是能夠接受 明海這個抉擇的 因為 那邊是殺人家說明 我要殺死你 然後那邊說 其實我也不想 那那個 意外來的 沒有啊 那個人都死了 我怎麼追究呢 大哥 沒得了解釋 那當然你說這裡裡面 最重要的一環 當然其實是 邱一郎和米家的助餘 那 然後就是 邱一郎很快地 就打破了米家的齋盤 我 手伸越獄 不是那個 我不吸血那麼多年 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 保持這個 人人鬼鬼鬼 什麼都不是的身份 第一次 要不一定要控陷你喜歡的人 搞定他 就是 不知道 這件事 各人有不各人不同的解讀 就是你覺得他BL夠苦的 就是為了 那當然不是是BL來的 大哥 我的第一次就是為了給你 或者是 我的第一次一定要給你 那這件事 是 我予以理解的 這件事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什麼呢 我承認這套東西 唯一的是什麼呢 設定層級上 他沒有做過任何打破 他是不是精彩 我認同的 他不是很精彩 但是叫做什麼呢 我雲觀就是 這兩季 或者叫做什麼 由終極次天使 開播開始的第一季 到現在 那些什麼天和 我真的覺得這套東西 至少 他沒有位我三官 有哪三官 你說 價值觀 倫理觀 還有道德觀 OK 他沒有位我這三樣東西 OK 這方面我覺得其實 在他來說 當然你說 戰鬥的 我覺得 都不是很難說很壞 其實因為 我也是那句 尤其是《名古屋戰鬥》這一篇 其實是幾 一閃流 而那種一閃流是什麼呢 就是大開大合那種 就是一一爆 爆了全範圍 那些東西 斬幾刀 不行就走 可以就斬下去 因為其實 尤其是 我看二期的時候 其實我看過原作 其實我是很期待看到 就是紅蓮和深夜 對著 黑羅里 那個時候 那個扯戰扯逃 那個hit and away 那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 那個位置 其實我是很接觸 在這場戰鬥裡面 但動畫好像卡得很理想 動畫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呢 總之 打完這道一hit之後 然後畫面一轉 他們就去了另一間房間 他省錢 這場戰鬥對我來說 是失望的 這場戰鬥對我來說 是 戰術沒錯 你根本打不贏 你真的走了 你拖時間 我只是說 那種hit and away 那種戰鬥 其實是 你做得好的話 是真的很好看的 你看到戰術 就是看到什麼呢 一個壓倒性的力量 對峙是什麼呢 為了跟他抗衡 而用的一切的策略 而至少叫做什麼呢 在終結戰戰術裡面 其實 他的設定裡面 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呢 帝鬼軍的人 是要用合作 團結 有情努力 人數 人數數量壓制 他就算了 任何東西 他用這一方面 就是讓你看到另一種的力量 人數 車輪戰的力量 都是一種力量的表現 我們是想看這件事 他叫做 給不了我看這件事 那些人是Feed 尤其是 混戰更加不好說 去到後期的混戰 只不過是叫做什麼 衝啊 然後你見到一群人在那裡 嘿嘿嘿 嘿嘿嘿嘿 什麼 我知道 真的有大戰兩批 對 而你更加不好說的就是 當時 叫做 兩個次天使 對決 那件事 其實就是 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浪費了 這個位置 浪費了 就是浪費了 他這麼辛苦 不去委的設定 但畫面上 做不到這個效果 給我看到 我覺得是 在這個遺憾這個位置可惜 我也是這樣說 我不覺得這套作品 在這一年裡面 屬於一套很差的 有奇幻戰鬥類的作品 你不是這樣 因為看了太多垃圾 所以這套東西 就不會那麼垃圾 你不可以這樣 我真的說 如果今季 你是很想找一套 這樣的作品來看的話 這套作品我覺得 它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說 真的我不知道看了什麼 我不知道看了什麼鬼東西 至少你也會有一點點的渣渣 證明這個叫拉曲 就是 因為太多垃圾 所以賺光高的曲 一向這些東西 賺到你有得拉曲 這套我們就去到這套 我們就去下一套